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菜的 它是叫 炸海椒茶香大刀肉 你这体现的很明白了 就是炸海椒 然后茶香大刀肉 三个碗块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先来 做一下这个炸海椒 辣椒的话 先把它切碎 真的挺辣 咱要不要少加点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比例的 炸的再碎一点 这样跟我直接剁有什么区别 剁吧 因为它容易跑掉 这个辣椒 剁好的辣椒和那个姜蒜 倒在一个大盆里面 要加盐 然后再加点白酒 搅拌 你看盆里面基本上有水分了嘛 对吧 现在我们就来玉米粉 好 现在这是西红柿炒鸡蛋的配色 挺亮眼的 味道辛辣的小米辣 切碎之后 加入蒜末 姜末 倒入木盆 再按照6比10的比例 混合玉米粉 搅拌均匀 再加食盐调味 食盐可以杀出辣椒中的水分 而玉米粉则会吸收水分 搅拌的时间越长 水分越少 发酵后的炸海椒 口感也就越好 肉坛 这个发酵的时长大概是多久 如果说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可能在20天那个样子 如果温度低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20到30天左右 我们现在就封盘 带点水 隔绝空气 好 这道美食的主要食材 五花肉要登场了 带皮五花肉凉水下锅 加入姜片葱结 在锅中慢慢炖煮 趁着这个间隙 杨大哥说 他要用今天刚刚炒制的茶叶 做一道传统小吃 而且这道小吃跟今天的主菜 是绝佳搭配 现在先用了这个五花 把它先炼一点猪油 炼出来这个油渣 一会儿我们还要在这个 放在那个油茶里面 一起来喝的 肉 下锅 五花肉在锅内慢慢熬制炼油 过滤油渣 下入茶叶 猪油中的肉香 与茶叶的清香 在热力的激发下相互融合 香气四溢 这声音就像那种薯片 被你掰碎的咔嚓声一样 对 我们现在就加水 大火烧开 小火慢熬 要把它熬成茶糕 是指这个水分全部蒸发掉吗 对对对 可能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才能出来这个糕 水开后 用木勺在锅中搅拌 按压 待水分全部蒸发后 便形成糕状 将熬好的茶糕 用开水冲开 二次炖煮 茶叶香四散开来 这时在碗里加入油渣 花生 芝麻 倒入煮好的茶汤 一碗提神醒脑 开胃解腻的油茶 就做好了 油茶好了 锅里炖煮的五花肉 也要迎来它的变身时刻 大刀肉它是不好切的 对吧 嗯 它长度相对于说比较长 哦 所以咱们下锅也用这么长的一片肉 我比你脑袋都要长一件 比我的脑袋还要长一件 这么大块的肉片直接下锅炒 我能切吗 像这种大刀肉 这个可能你切得有点困难 我就是不怕困难 爱挑战 刀要直 刀要直 然后呢 还有什么秘诀 刀要尾 要直 哎呀 我把这大刀肉 给切成了两刀肉 我的肉开刹了 真的是很难掌控啊 这个刀法 大刀肉讲究的就是肉片厚度均匀 薄量通透 切好的肉片装盘备用 接下来制作大刀肉的重头戏 就要开始了 杨大哥说 要像大刀肉辣香爽口 接下来的操作就要十分讲究 我们的扎海椒茶香大刀肉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只差 开炒了 对 先加点油 就把这锅稍微涮一圈 对 煎的时候 它不容易粘锅嘛 再把它润片 让它不腻的这个原因是 它的油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慢慢地煸出来了 对 对 取出油 去留肉 然后我们现在锅里面 我们稍微的去一点点红油 辣椒面炸出来的辣椒油 对 对 加点芝麻什么的 对 现在我们下姜片 姜片 蒜片 这个就是我们放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放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 对 这个是渣海椒 特别臭鼻 现在这味道 三溜溜的 还有辣椒油的那股辣气 五花肉本身还有丰富的油脂 煸炒是为了逼出多余的油脂 为了使大刀肉更加入味 之后就一定要用辣椒油打底 煸炒姜片 蒜片 再加入发酵的炸海椒 酸辣香融在锅中 再加入炒制过的老茶叶增加香气 当大刀肉下锅与它们相遇时 一道兼具酸香 辣香 茶香 肉香的炸海椒 茶香大刀肉就做好了 咱们说 这次是